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朝的国军刘邦就命令韩信率领五万的军队前往去攻打赵国 当时赵王叫做成安军 成安军他亲自率领二十万兵马迎战 这韩信心里想啊 我才五万人 那么对方有二十万人 而且我的军队跋涉千里已经是人皮马困了 我必须要想一个奇妙的计策才能够打赢这场仗 于是啊 韩信就仔细观察地形地物 最后决定背水一战 成安军的将士们看了都轻蔑地笑说 人人都说啊 韩信精通兵法 居然背水布阵 简直是自寻死路啊 第二天 两军对阵 哇 汉军相当神勇 以一党百 赵军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兵败如山倒 最后成安军也在乱军中被杀了 这赵王的军师 广成军也被俘虏 韩信知道广成军是一个好人 很贤能 于是亲自替他松绑 还请广成军上座 带他像带老师一样 在庆功宴上 将领们对于这一回的大获全胜感到不可思议 韩信则笑说 兵书上不是说 只知死地而后生嘛 我们布下背水阵 将士们没了退路 只得奋勇向前 努力杀敌 才有生路 因而这一次才能够大获全胜 将士们听了 才恍然大悟 这个时候 韩信走到广成军面前 很恭敬地问他说 先生 您乃是 定国安邦之才 现在 我要被攻燕国 又向东发齐国 依您之见 应该怎样进行才妥当呢 广成军回答说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 我现在是你的俘虏 实在没有资格谈军国大事 韩信说 赵王的失败并非你的责任 实在是赵王不重用您啊 是您不能发挥财学 您的凶罗万机 还请先生伺教才是 广成军回答 我听说 智者千律必有一诗 愚者千律必有一德 承蒙先生抬举 我就提供一点意见吧 于是 广成军详细分析 各国的优点和弱点 建议韩信先让将士们休息养生 再善用自个儿的长处 来克制燕齐等国的短处 最后 韩信采用了他的建议 而后也达成了 平复各国的大志 小朋友们 以上就是 这 智者千律必有一诗 愚者千律必有一德的典故了 那么 这谚语要怎么样使用呢 且让德仁叔叔来示范一下 比方说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吧 你就可以把这个谚语用上去 你可以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正所谓智者千律必有一诗 愚者千律必有一德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的 期盼小朋友们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学会这则好用的谚语 我们下回见了 我是张德仁叔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